路口监视器拍下车祸 瞬间画面尘土飞扬 一辆机车甚至飞了起来 滚了好几圈 台中市东区振兴路 事务日晚间发生一起重大车祸 经销货报到场 一名伤者欧卡赶紧进行CPR 现场机车连线四散 被撞成废铁 轿车挡风剥离全裂 车头严重毁损变形 可想当时撞击力道有多大 听到非常大的撞击声 那有两个女伤者 那一个男伤者都是很严重 那车速非常快 那因为前面在前一个路口 就已经有目击者 他已经看到他闯红灯了 根据了解当时一辆深色轿车 驾驶一次闯红灯 碰撞两机车 造成一辆机车双载的姐妹 姐姐开放性骨折 妹妹意识不清插管急救 还有一位夜姓男骑士 六十五岁头部变形 全身多处骨折 伤重当场宣告不治 前方追查肇事的车主 是四十九岁的刘姓男子 案发后汽车逃逸 甚至一拐一拐地 走到五十公尺旁边的烤肉摊 询问老板有警察在追我吗 原来案发当时流行男子驾车 在肇事地点附近 不断逆向行驶 甚至擦上路边的车辆 遭警方追弃 摆脱警察后就发生车祸 最后警方在台中乌日抓到肇事驾驶 将进一步询问 厘清事发过程 记者综合报道